我谢谢大家观众啊 我刚从岩浆里捞出来了 现在是五个远古残骸 就在这个东西的左边还是右边 我捞完以后我传送上来了 然后刚才就是 它这个东西就在这底下 这样飘着 实际上这个东西是不会被岩浆给烫掉的 远古残骸是不存在被烫掉的 就像我们现在 它掉在这里边了 你看它又浮上来了 所以我都不知道 我昨天看了咱们视频的评论 我才知道这玩意是不会被烫掉的 你看我又把它捡起来了 这一次就算是已经打败了 五个远古残骸 刚好可以做一个下跌合金锭 掉了这个BOSS的专属物品 这个是主世界的那个兵魔法的 那个BOSS的掉落物 这个是咱们墨地的 我跟你们讲啊 这个不好弄 因为这个要刷怪得小星星 可能咱们一时半会得不到 等后期我找点时间去刷 把它需要的那物品刷上来 这个好搞 这去墨地 打完墨影龙就可以打它了 它好找 而且它不需要什么特殊召唤方法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得去墨地 家里的墨影珍珠好像有二十多个 虽然不太够吧 但我们还是先优先搞那个烈焰人 烈焰人 然后弄到烈焰粉 有了烈焰粉我们就有墨影之眼 对吧 这边正好有一个地狱堡垒 哎呦有箱子兄弟们 这运气 哇 又加了一个墨影珍珠 太棒了 哎呦我的妈呀 这下车 这是Amedicine 闹呢 哦 那边是墨地传送门吗 不是这边是地狱门吗 也不是 怎么连这库楼都没有啊 这个堡垒可能怪不多 我们可以到这里来 有的地方它没什么怪 这是怎么样 我又听见那墨影人 烈焰人的叫什么车没看见烈焰人 在哪呢 不会在这上面吧 好像真的有 有 哇塞 这我不得给你找一下子 这怪刚才看着不太像烈焰人 怎么瞅着那么像一个带盾牌的大怪 咱家练棒应该也不多 大哥 刷一只呗 我这有抢夺呀 抢夺一 我的抢夺等级并不高 猪灵刷怪弹 哎来了 干掉了 两下 我临时也得耿我一下 他掉了个炼棒 咱们再刷一根应该就够了 我们可以在这里搞一个坐标点 咱们这相当于就是有烈焰人刷怪龙 烈焰人刷怪龙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提前去墨地 不仅能挑战完墨影龙得到大量的这个物品 还有龙溪什么的 然后我们还能准备打那个墨地的大boss 再来一只 快兄弟 我数31 二楼十年单身 换一个恋人 不是 没必要啊 太准了兄弟们 走了走了走了 够用 完全够用 然后在咱们这个地形里面 实际上是可以看到这个 除了地狱之眼以外 还有是猪灵城堡 猪灵城堡里面也会有那种下距克金 而且我跟你们讲 这个地狱之眼这次他就是怂了 他要不怂 他肯定跟我打的 你晓得吧 这什么鬼东西啊 我怎么这地狱堡垒往里一走 全是这种地形 给箱子 对我要的是这种箱子 练粉 你看就多拿一个练粉 这边什么东西 箱子 只有我还用走路 直接绕过来 被我看到了 还了得 找一个 又一个练粉 漂亮 这拐箱没准还有 来吧箱子 别躲了 好吧 看来是没有了 那咱们现在回家 做那个猛影之眼 能做几个做几个 不够的话 咱们拿幸运方块补 正好可以给我们补 除了幸运方块 那个里边的猛影之眼以外 我还要补点材料 就是附魔书之类的 因为幸运方块 能搞出来的附魔 比我们自己搞出来的 要多得多得多得多 不容易搞 这商人是什么鬼东西 这是哪里的 哪个商人 这个商人估计早就已经 被我给换完了 不要了 这个商人就不要了 回到叶峰的家 咱们不缺金子 所以幸运方块 我们应该是可以无限做的 然后这里 涉及到一个这个问题 我把剑线放进去 弓也放进去 这个材料 这个 我看一共能做几个呀 咱墨影之眼有 弹放进去 这边 有一个不死图腾 墨影之眼 你在哪里 这22个加这个 看来不多兄弟们 不多 6个墨影之眼 加一块的话34个 就差烈焰粉 OK呀 那幸运方块 应该能把这事给办了 现在23个墨影之眼 17个这个 家里应该还有幸运方块的吧 不是他有22个 咱们把这22个先消耗了 然后红石不够了 咱们还得用红石 才能做新的幸运方块 所以说先不急 先把他消耗一下 百斤石 应该没什么用 这东西对咱们来讲 用处不大 嘿嘿 哈哈哈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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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